各位來賓 大家好 我是張曉晴 請代表臺灣同鄉聯姻會 在這裡感謝各位 波榮來參加 全美臺灣同鄉聯姻會 拉斯維加斯分會 第27屆會長交接典禮 臺聯會已持著 實時關心臺灣處處服務同鄉 在這裡舉辦過許多活動 也和兩岸三地其他的團體 互相交流互動 過去這六年 我們也非常感謝 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喬教中心給我們的指導和輔助 我小晴從2014年 接任這個會長 過去六年 我們的團隊舉辦過 中華民國國慶 雙十升旗典禮 臺灣美食巡迴展 春季郊遊 西安公園 倫敦橋 布萊斯公園 內州國家安全區 情人節 感恩節 聖誕節 春宣 春宴聯歡晚會 中秋燒烤晚會 等活動 參與美國政黨 與支持 張果立 內華達州長選舉 歡迎接待 秀助 楊聖文 羅志強 及韓國瑜 舉辦三次羅志強演講大會 2018年 全美台聯理事 顧問會 維加斯開會 參加兩岸文化交流 支持臺灣藝術展展 跆拳道 保齡球 柔術 和扯鈴等活動 並加油 宴請教練 選手 和家長 舉辦茶道 醫學 金融講座 及兒童繪畫比賽 協助臺灣旅遊 受傷僑胞 或失蹤案件 辦了這麼多次的活動 需要大量的人力 和財力支持 除了我的團隊 還有社區 許多人 對我們的愛護 和鼓勵 在我卸任之前 在這感恩節時辰 感謝大家 對我的付出 各位在座的好朋友們 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 拉斯維加斯 台灣同鄉聯誼會 是我們全美 台灣同鄉聯誼會 在本地區的分會 成立於1989年 長期以來 一直都是秉持著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 所定立的建會的宗旨 就是實時關心台灣 處處服務鄉親 積極的 在我們這個 納斯維加斯的地區 建立和我們這個 主流社會各界的關係 並且 協助促進台灣 以及美國之間的 各項的這個 經貿文化的交流活動 實質地關心 我們台灣 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 並且每一年都會舉辦 很多各種不同主題的 座談會 還有聯誼會 來加會 我們本地區的 這個僑胞朋友 以及 凝聚我們僑界的 向心 奇效卓著 獲得大家一致的肯定 令人敬佩 那在這裡 所以總理也要特別特別的 再次的感謝 張曉晴會長 以及我們 現任的 第26屆的 所有的這個 團隊幹部 在過去 六年以來 一直大家盡心盡力 無私的奉獻 為會晤的發展 喬社的福祉 還有 中華民國 自由民主 永續繁榮發展 所做的這個努力 跟貢獻 在 這個 張會長的 卓越領導之下 以及我們所有 團隊幹部大家的 共同 這個支持之下 我們 台灣同鄉聯誼會 過去六年來 辦理了 許許多多 非常重大的 這個僑界的活動 還有很多次的 就是協助我們 辦事座 來幫助 我們這些 在本地所發生的一些 僑胞的 疾難救助案件 以及協助 從台灣來 這個 拉斯維加地斯地區 參加 各項競賽的 運動選手 為他們加油打氣 同時 還有 每一年都會舉辦 許許多多的 這些 不同性質的 聯誼活動 對於我們本地 僑胞的 這個精神生活 都有 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讓大家生活更加充實 喬西也更加的凝固 並且 這些所有的這些活動 都獲得了 本地的主流社會的 這個重視 為了要表彰 張會長 過去多年來 對我們這個社會 對國家的貢獻 所以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在2017年 也就是前年 也特別的 敦聘 張會長出任 我們中華民國的 僑務顧問 希望他 能夠竊重他的 寶貴的經驗 跟領導財產 繼續 為我們的僑務 來做更多的貢獻 那更令人欣慰的 就是 在張會長 即將 任滿 工程生退之際 那我們這個 會長 這個重責大任 即將就要交給我們 那個僑界大家都非常敬佩的 我們的林萬發教授 林教授他 不但這個 學 這個 學經歷 各方面都 具憂 而且他在政治界 在金融界 還有在這個僑界 這些經驗 都是無人可比的 而且這個 林教授他 非常具有 對我們這個 社區的這個 服務的熱忱 也熱愛中華民國 熱愛自由民主 所以 在這個 林萬發 這個教授 這個領導之下 我相信 未來 我們的這個 台灣同鄉聯儀會的發展 一定可以在既有這個良好基礎上 更加的 真真日上 白紙乾頭 更進一步 大家可能都 都曉得 我們林教授 林教授他過去 他不但是現任的這個 我們台灣同鄉聯儀會的副會長 而且 過去在台灣的時候 曾經擔任過 中國國民黨 南投縣黨部的主任委員 那是個非常重要的職務 也曾經擔任過 台灣土地開發銀行的 這個總經理 那更是非常非常 這個在金融界 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一個成就 另外 也擔任過 淡江大學的 氣管系的教授 真的是 在這個 各方面來講 都是 非常非常 令人敬佩的 那我們在這邊 也要再次的恭喜 林教授 榮英會長的心職 我們大家一起跟 林會長 還有他的團隊 盡量的掌聲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那是維加斯 台灣同鄉聯誼會 成立到現在 一共有22人的歷史 是1997年成立 22年的歷史 在歷任會長的經營耕耘下 和維加斯各個華人社團 緊密結合 互動 對 團結華人的力量 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特別是我們 謝倫會長張小姐 他擔任 會長六連 可以說啊 這個 廣結善緣 樂善好思 做了很多事情 剛剛他已經做了報告 這些事情 都是具有台灣文化特色 而且是團結華人的活動 所以 我們 張小琴前會長 不只公在台南人 而且公在華人 公在國家 我們張前會長 不只是一個很好的組織人 而且會唱歌 還會跳舞 又會演戲 真的 我接他的後任 實在感覺壓力很大 真的是壓力很大 那我們台灣同鄉聯誼會 這個宗旨 剛剛這個 我們馬處長講過 就是 實時 關心台灣 處處 服務相親 但是我們這個同鄉的定義 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並不是只是台灣出生的才叫同鄉 你是台灣出生的 當然是台灣同鄉 曾經在台灣求學 居住 就業 或者依親的同胞 或者親流 都是我們的同鄉 所以我們台灣同鄉會 是不分省級的 換句話說 在座都是我們的同鄉 我接任以後 我將 實時關心台灣 處處服務鄉親 而且促進族群的和諧 讓我們大家能夠融入主流社會 同時我堅持九號共識 承認一個中國 就像講中國先行講的 我是台灣人 但我也是中國人 我一定要促進兩岸的同胞 和平往來 大家共同締造美滿的生活 最後 敬祝各位健康快樂 各位 崔崔好 今天馬處長介紹 張會長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我算了一下 他的人和呀 估計在拉斯維加斯佔百分之五十 那 他 不是因為 這是人和 不是因為他長得漂亮 唱歌唱得好 跳舞跳得好 社交能力好 是因為他 幫了非常多的人 所以咱們人士 我這個 我這個 混了六十多年 我覺得 人生在世啊 人事觀世上就是兩個字 恩怨 他呢 好一樂師 呃 這個 兩位朋友啊 兩個 兩腿插刀 哈哈 其實他先生說他腿上全是扒了 從他先生的身上看到一個字 蛇 謝謝 想收看更多維加斯華文短片 請瀏覽新聞網 LVCNN.com 謝謝